10月19日,英国萨里大学在上海为本校的中国留学生举办了专场毕业典礼 与华为合作成立五级创新中心,与清华大学等20多所中国院校进行科研合作 萨里大学校长陆高清在现场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表示 中英关系处于黄金时代,未来还会进一步发展 自己将尽其所能,继续为中英合作交流做贡献 从经贸到教育人文各方面的交流都是日益增强 我会不遗余力地尽我自己的所能 为中国和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做进一步的贡献 出生在山东农村的陆高清,20世纪80年代初赴澳大利亚留学 他曾当选澳大利亚最年轻的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士 是新中国后第一位华裔英国大学校长 陆高清认为自己的人生经历充分说明教育改变人生 在他眼里,大学是学生成为一名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的一条很好的途径 大学给学生的不仅有知识,还有环境 因为大学过程中你会跟你的同学,老师,还有社会去接触 然后这种环境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你会学到很多你在自己没有上大学或通过其他途径做事情,学不到的东西 谭吉对中国留学生的印象,陆高清表示 中国学生目前是英国高校国际学生中人数最多的 是英国和中国之间的文化桥梁和使者 如今的中国留学生家庭条件更好,性格也更活跃,更开放 身为大学校长及中国留学生的老前辈 他希望留学生们在努力学习的同时,尽量多参加社会活动 三里大学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是英国著名综合性公立大学 培养出了四名奥斯卡得主,21位皇家学会皇家工程院院士 陆高清表示,一所优秀的大学最重要的是人才 大学排名并不意味着一切,大学的真正使命是通过教育和研究两方面对社会产生影响 有很多在排名里面是不能去体现这些所谓的影响的 真正能够为社会,为改变人民的生活,为将来世界的未来做什么样的贡献 这个才是办大学的真正的种子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们要面对教育和研究一切 并且有很多连续赛端 今天大家一定会在各地和应 seasoned学校的学校 放这些人会来说 这是个学生研究的一切 请您的权光 优优优独播剧场 你们期待